嗨嗨,欢迎收看我回村的第一条Vlog 先起个床 今天天气不咋好 是阴天 先下楼吃早饭 外婆已经在准备中午的食材了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 我们平时用的水都来自这个水缸 很狂野,很原始 现在早上一般都只吃个鸡蛋 或者再吃两个白糕 这个是蜂萝卜一般用来炖汤 洗漱一下 吃完饭就跟我妈去挖12根 这个是黑儿 因为它之前犯了错 所以它就被拴在这里了 它是一个比较疯狂的小母狗 出发挖蛇尔根了 一直从这条路走 走下去会穿过一个树林 这个是我二外婆家的狗 它的狗黑胸 然后就是从这里下去 穿过这个树林 我妈说以前他们小的时候 没柴烧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树叶子刨回去烧火的 那时候这个山里头的树叶 都糟跑得光秃秃的 这几天油菜花开了 我妈已经开挖了 因为她说它是挖蛇尔根的主动力 又只有一把小锄头 先偷学一下技术 这是我挖的效率太慢了 跑到谁家油菜花地里挖了 这个上面树林里 是我们以前的老屋 这个老屋现在已经差不多垮了 只剩一个门框立在这儿了 然后这个旁边是一个池塘 这个池塘就 是我妈他们小的时候 经常在里面洗衣服啊 耍牙干啥的 经常洗衣服 洗啊洗的 那个香皂都滑到池塘里去了 还要拿爸爸来勾 这个荡荡是最深的 以前经常把牛牵到这里来滚水 我妈说现在看这一切都感觉很渺小 我擦这个蜂窝 有点诡异 长得像个人脸样 我妈他们小的时候 这口井就在了 据说挺神奇 井水冬暖夏凉 小时候天天喝 现在又开始挖椰小蒜 挖这些差不多了 差不多准备要回去了 然后他现在还在那边挖 这个井上面是一棵树树根连着井 我妈说他们小时候这个树很小 我把这个井清理了一下 一些蜘蛛网 清理了一下 里面的水还是很清澈 但我不敢喝啊 挖了这么多 小肥蒜 这个是帝国 但是好像还没熟 可以吃熟了 然后这里又发现了黑多 长得很好的蜘蛛根 就开始挖 这里挖的蜘蛛根还挺粗的 很不错 很不错 回家咯 摸摸小菊 上午的战果 还不错啦 这个疯狂黑儿 他就是喜欢往人身上扑 调皮的小勾勾 准备恰饭了 中午就吃的一些家常菜啊 什么香肠豆腐干 睡了个午觉起来收蛋 我现在拿到这个蛋 去顶楼 然后我婆婆说 要把这个蛋扔到那个屋背后去 不然的话 以后这个鸡 它还是生那种蛋 这个蛋 晚上就拔了这个折耳根吃 很不擦啊 吃不来的朋友可能觉得难以下咽 农村睡得早 吃完饭就已经天黑了 然后就准备睡觉啦 拜拜 拜拜